黃金洲上海直擊,內房銷情?慘淡呀! 阿爺不撐內房,買價又畏高怕泡沫,發展商都懶著三貨 這個黃金洲,內房的銷情沒有最慘淡,只有更慘淡呀! 上海舉行的國慶防展會,發展商一共推100個盤,只有20多個有標價 而個別新盤都是給93節,想了解細節都只叫你留電話,有消息才通知呀! 有些盤就資訊少,距離遠,每天只有兩班車去看樓 職員說推廣品牌,但沒人又怎樣推呀! 而新地在上海,賣每平方賣16萬人仔的,內地最貴樓盤更是吊高來賣 話就說要提早預約,但一打電話就可以即入售樓柱 雖然是黃金洲假期,但都沒有人去售樓柱 長者因素令整個全家的氣氛是暴力了 所有人都沒有做的,焦點不是這個全是 以往黃金洲在樓都很自然,現在做了所有人都很容易去看樓 這年前的氣氛是以外遊、復商為主 有些發展商在頭三季收夠醜,在第四季就自然放軟手腳 人當然是借小狂沽內防沽啦! 而黃金洲全國54個城市,住宅簽約數量只有16000套 一個星期銷量不見七成 難怪那些行家都說,傳統內房銀十不會有了 還要差過9月啊! 好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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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!